大家好,我是木卫,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变态男人连杀几十个女人,只为将他们做成瓷娃娃的故事 尹雅有恩爱的丈夫,乖巧的女儿,拥有美满家庭的她,日子过得平淡又快乐 但她不知道的是,女儿已经被一个变态杀手盯上了 在女儿14岁生日这天,丈夫和女儿接连被杀 而她因为及时的抢救和对凶手的憎恨,强撑着一口气捡回了一条命 因为她的主治医生有一个拥有RH阴性邪,也就是熊猫邪,却患有心脏病的女儿 急需心脏移植,恰好尹雅是一个拥有熊猫血但心脏健康的人 所以她出于私心,她对外宣称尹雅已经脑死亡 夜里却悄悄来到她病床旁,想直接了结她性命 为女儿摘取她身体里的心脏 但千钧一发之际,尹雅醒了过来 尹雅虽然活了过来,但她的腿落下了终生残疾 她日日活在复仇的怒火中,因为她见过凶手的身影,也听过她的声音 所以在大街上只要见到疑似凶手样子的人,就会扑上去 她几乎天天都会去警局,但警方那边毫无进展 尹雅决定自己去查,自己审判 因为凶手拿走了丈夫那只带有特殊自己的打火机 所以尹雅一直试图通过这个线索往下查,但总是徒劳无功 她意识到光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于是她打算成立一个复仇组织,将那凶手揪出报复 但找人帮忙,一定得付出代价 已经身无分纹,家徒四壁的尹雅 只有身上健康的器官是值钱的 因为她是熊猫血,所以就更为珍贵 她以器官为交易条件,很快就召集到了四个急需器官移植的病人的家属 医生,大哥,瘦子和IT妹 以那只被凶手拿走的打火机为线索 他们找到了打火机持有者的家,并把人给抓住了 但那人一开口尹雅就知道他不是凶手 那人自称自己是一个代价司机 这个打火机是他从客户车里拿的 这样临时组团的复仇组织,关系本就不怎么牢靠 因为不想为尹雅做事,他们甚至想反制他 直接摘取他身上的器官 但尹雅已吞下去就会污染器官的药味威胁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然后尹雅讲述了家人被杀的残忍经历 每个人都伸手触动 比起第一次的被迫合作 接下来的行动 他们更像是拥有了同一目标和同一信念的友好搭档 为了给凶手更深刻的报复 瘦子专门做了一个人体切割机 现在就等着把他抓来了 通过代价司机提供的线索 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的住址 但凶手显然有着超高的敏锐度 在车里监视他的尹雅和瘦子差点被发现 趁凶手出去的时候 瘦子敲开他的门后在外面帮尹雅望风 尹雅进去后看到了一尊巨大的雌娃娃 强烈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雌娃娃一定有猫腻 根本不是普通的娃娃 尹雅猜得没错 凶手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了 他经常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将女人骗回家中 将他们杀害后就把他们的骨头研磨成粉 最后做成娃娃艺术品 这是他追求艺术追求美的方式 变态且残忍 尹雅开始翻找房子里的东西 然后看到了墙上放着许多只小丝娃娃 娃娃身边还有不同的名字和小物件 尹雅一眼就看到了女儿的项链 此时越想越不对劲的凶手掉头回家了 忙着挪车的瘦子来不及通风报信 眼睁睁看着他回了家 此时的凶手和尹雅只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 幸好瘦子集中生智 以卖报的名义按响门铃 把凶手引到门口 还把他烦得直接走人了 尹雅没有来得及拿回女儿的项链十分遗憾 瘦子为了帮他一个人潜入了凶手家 但他的行踪被凶手安在家里的监控摄像头发现了 瘦子很快被他制服 凶手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些东西明白过来 原来当年的尹雅并没有挠死亡 而是组织起了一帮人来拘杀他 凶手觉得有趣极了 把瘦子残忍杀害后也开始了他的反击 凶手率先找上了尹雅 在他想把他推下阶梯时 大个儿及时赶到把他拽住了 为了抓住凶手 大个儿来不及等其他成员孤身追取 因为体力悬殊 凶手很快被大个儿制服了 在大个儿把他扛去 他们安置着人体切割机的房子里时 凶手趁他不备用电机器反制了他 大个儿被他绑在了切割机旁 凶手一面慢慢的折磨他 一面给尹雅打去恐吓电话 本以为已经掌握了全局的凶手 却看到尹雅来到了他家 以打碎他那尊巨大的呲娃娃为威胁 逼他放过大个儿 凶手果然怕了 毕竟那可是他最得意 也最喜爱的艺术品 尹雅在他赶回来的时间里 和IT妹一起布置了许多陷阱 但对凶手来说 这些都是不痛不痒的打击 尹雅以防他对IT妹下手 把他用骨灰做的艺术品麻烦 全都糟蹋了一通 凶手彻底被激怒了 眼看尹雅就要被凶手杀害 大个儿及时赶来支援 但因为遭受过凶手的折磨 大个儿很快因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凶手得意极了 但他看到了尹雅一脸嘲讽的笑 以及他手上的打火机 他预感不妙 回头看到了自己内尊心爱的慈娃娃 早就被浇上了汽油 一点火星就能把它彻底毁掉 在凶手惊恐的目光中 尹雅把打火机扔了过去 娃娃彻底被烧毁了 尹雅也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着什么 他看着凶手一步一步朝自己走来 面上丝毫不去 如果不是为了复仇 他早就迫不及待要和丈夫女儿相见了 气势化的是 凶手最后竟被掉下来的娃娃 贯穿身体而死 凶手已经不存余事 尹雅也没有了继续活下去的信念 而且他还欠成员们一身健康的器官 他选择了自杀 成员的家人们都因为移植了他的器官 将生命延续了 尹雅以另一种方式活在了这个世界上 本片来自悬疑片两个心脏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